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老頭Automate,歡迎回來我們的陷阱傳說地圖 那今天這一集呢,我們一樣要去外面找一下我們這個額外擴充的這個新生態的生物 那麼在這個準備要去探望之前呢 老頭要稍微跟這個上一集有在下面留言的各位大大們,謝謝你們 因為老頭呢,書念的比較少 所以說,對於侏羅記這些方面的,對於這些恐龍方面的真的是 不是很了解啊,那也有一些熱心的觀眾有去留言跟我講說 老頭,你幾分幾秒所遇到的那些恐龍呢,叫什麼名字 老頭也稍微做了一些功課 也在這非常感謝這位大大熱心的資源 那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下周圍的 我們昨天,不是昨天,我們上一集抓到了幾隻 沒關係,我們看到了,我們就講 像是這一隻呢,其實這一隻不是狐狸啊 這一隻呢,他是叫做南極狼 如果你們不說這是狼,我真的第一眼馬上看到就說這個是狐狸了 然後呢,他已經滅絕了,他這邊有資料顯示說他在1876年就絕種了 唉唷,什麼聲音 1876年就絕種了 所以說呢,我們這個其實 絕種的原因其實應該很多種吧 就是人類的破壞啊 1987年,1876年 一下1876年就有人類了嘛,對嘛 人類的破壞 或者是說其他生物的一些逆襲之類的 讓他們沒有辦法生存,所以就絕種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這一隻齁 之前上一集我說這隻像薰魔龍嘛 其實呢,他不是 但是他的動作跟他體型其實蠻像薰魔龍的 其實他是叫做...我看一下喔 他叫做野蠻盜龍 野蠻盜龍 盜龍 他會不會是跟盜彈龍是同一個種類的啊 他讓我想到那個美和龍耶 他會不會是美和龍那個種類的啊 我就會把他取個名字好了 怕以後忘記 好不好,野蠻盜龍 哦 野蠻盜龍 沒問題 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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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這一隻就叫南極狼 哦 南極狼 狼打錯了 老,南極老 欸,我要打...我要打狼啊 那一個,哦,有了 南極狼 哦,對你錯 然後呢,還有嘛 我們上次他有抓到另外兩隻嘛 我們先從這一隻說起好了 這一隻呢,他是...一樣是 劍龍科屬的那邊的 哦 但是呢,他不叫劍龍,他叫西...西龍 西邊的西 哦,他就叫西龍 哦 就...反正就是劍龍的同類就對了 只是名字取不一樣 就好比說我們人類 哦,我們人類呢,有很多種人類嘛 對不對 那也有分姓陳的 也有分姓張的 哦,還有分什麼 分什麼 姓東的 爾東陳 哦,什麼之類的 這個就是類似別種性別的劍龍這樣子 哦,然後我們之前還有抓一隻這一隻嘛 我們上次一直說錯是有什麼中爪龍 其實不是中爪龍,也不是殘爪龍 是鐮刀龍 老頭都真的全部忘光光了 哦,原來這隻是鐮刀龍 哦,老頭之前用鞍好像沒有辦法騎他嘛 那我們試試看 鐮刀龍可不可以騎 鐮刀龍的鞍可不可以 鐮刀龍的鞍可不可以 來看一下 哦 欸,可以耶 果然 果不其然 來吧 好,他負重了 點一下 哦,哦 他的動作跟鐮刀龍一模一樣 好,剛好我們這邊有一隻 真正的鐮刀龍 然後之前被人家取名字叫幽幻死神 欸,鐮刀龍體型比較大哦 欸,這個體型差好多哦 欸,我卡住了 哇哩勒 我們這樣子比好了 欸,他這個 哈哈哈哈 哇 一下來就卡住啊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我人在 你看,我有鞍嘛 我坐上去我人不見了 我的人在下面啊,有沒有看到 哈哈哈哈 他的 他的腳踩著我的頭 哦,然後羽報在那邊看 在那邊取笑我 笑三小 好吧 既然沒有辦法這樣子 那我們就稍微看一下好了 會不會受傷 呃,受傷了 右鍵 右鍵普通的爪擊 左鍵 其實都差不多耶 哇,這個蒐集木頭超快速的啊 有沒有C鍵有沒有功能 沒功能 哇,通通沒有功能 攻擊看一下好了 攻擊力還蠻高的嘛 唯一能處理的方式就是我跳下那一瞬間 下我的馬鞍 哦,這樣我就得救了 太棒了 好不好,我們就把他放在那邊給他放生 好不好,我們接下來去找一下看 可不可以抓一下特暴龍哦 我們抓一隻暴龍回來好了 或者是說其他生物啊 好不好 那也煩醒各位呢 就是如果知道這是叫什麼名字 告訴老頭一下 知會老頭一下 老頭下一集就會稍微多做介紹 感謝各位,感謝各位 哦,我看見了 有一隻特暴龍在右邊 有沒有看見 這一隻叫特暴龍 左邊這是霸王龍 他們都是親戚啊 同屬同屬的 來來來 居然在我們家附近就遇到了 那我還不直接給你弄一下 哇哇哇哇哇哇,幹什麼東西 哦,特暴龍的吼叫聲蠻恐怖的啊 這真的是特暴龍嗎 我怎麼感覺跟暴龍長得一模一樣啊 欸,有點不太一樣哦 先抓再說不管了 我們看一下,啊我沒有放大鏡哦 可惡 沒辦法仔細看 這應該真的是特暴龍 新聞特暴龍 哈哈哈哈,新聞特暴龍 這位您這邊插播一則新聞特暴龍 哇,這個角度不是很好 哦,稍微移動一下 超好用的阿琪 啊,沒中 哇,他掉下來了 哦,看到前面那隻大蜥蜴了 那隻大蜥蜴叫巨蜥 哦,就很簡單 就只是叫巨蜥而已 哦,沒有什麼別名 就是叫巨蜥 哦,超級大蜥蜴 有沒有像你們在家裡有沒有 有時候會跑出的那種小蜥蜴啊 有沒有像 只是他巨大化而已 嘖,我要換個角度了 欸,這隻特暴龍別死阿 欸,不過我們特暴龍好強喔 好像真的不會死的樣子耶 嘖,沒射中 特暴龍來了 欸,他沒來 這特暴龍到底想幹嘛啊 哇,一發都沒中 那隻 那隻無齒一龍掛了 欸,為什麼我都沒中阿 欸,為什麼我都沒中阿 到底是 見鬼了還是怎樣阿 到底是 見鬼了還是怎樣阿 欸,他來了耶 哇,他動作變好慢是怎麼回事阿 這叫我動作變慢了 還是他本來就走路這麼慢阿 為什麼我沒射到 有了有了 哦呀,都會緩速 我被緩了 特暴龍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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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蜥蜴在那邊尾水 超級大蜥蜴 非常好 這邊有一隻 那這隻又是什麼蜥蜴其實我不知道阿 好像是那個 克 克摩多龍 克摩多龍有沒有 完了,我們的 特暴龍要掛了 照這種情形 我要救他嗎 哇,我們的特暴龍要死了 這點血 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要怎麼抓 哈哈哈哈 這個已經 哎呦,他在回血 他在回血 哇,沒想到回蠻快的嘛 沒想到回蠻快的嘛 欸,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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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小淘氣 你就繼續吼,沒有關係 我就繼續抓 還好你回復驚人 回復速度驚人阿 咬阿,你繼續咬,沒關係阿 欸,這顏色我還蠻喜歡的 我喜歡這隻特暴龍的顏色 我喜歡 我喜歡 人生要抓 特暴龍 才算好玩 我喜歡 我愛特暴龍 GIME FIGHT 唉呦,中喔 好了,這個應該是 完全入手了 無庸置疑阿 好,我們等下多做一下麻醉好了 我們麻醉要沒了 靠北,射到我們家 哈哈 他在逃跑耶 你別跑 你別跑 賣照 完了,他要往水裡鑽嗎 你知道往水裡鑽就是鎚吸 完蛋了,這不是我所樂見的 別阿,你在水裡我怎麼抓你阿 完蛋了 這真的是不太妙喔 我覺得他要死了 他要被逆斃而往 除非 我現在馬上讓他站起來 不然真的要逆死了 完了,他氧氣開始不夠了 他開始要往生了 大腿肉 我覺得趕不及為他吃耶 我們要放棄這一隻了嗎 哈哈哈哈 我哼 你為什麼這麼想不開 我們看一下特暴龍的手 拿特暴龍的手跟身形真的蠻短的 但是就是跟暴龍是親戚就對了 完蛋了,吃一下麻吃一下麻拜託 吃一下,吃一下 吃 你為什麼不吃 完蛋了,我要看他扣血了 哥放生,哥放生 我們再去抓,找另外一隻特暴龍 他抓起來,他抓起來阿 我就不相信 就再跑阿,沒關係阿 不要去咬這些好不好 阿 通通先解決掉 我先解決掉他們 阿 開始不斷的抖動有沒有 遜猛龍群 Oh my God 哇 哇 哇 我的裝拳壞阿 哈哈哈哈 Oh my God 完蛋了 我們這隻又要失敗了嗎 我不想再失敗啦 剛好這個位置我喜歡阿 太棒了 他這次怎麼沒有快速回血阿 是因為他沒有咬肉的關係嗎 你夠出來喔 沒錯 哇 他跑去吃肉了,他要回血了 有沒有 欸他沒有去咬肉 為什麼不咬肉 可可出來 恩 好難產喔這一隻 沒想到他的抗麻醉這麼的高耶 射了真的沒加多少麻醉耶 太棒了,這個角度我很喜歡 但是我倒希望他趕快回點血 不然真的不行 因為再繼續這樣嚕下去,我覺得他要往生了 好,我們先等麻醉稍微往上 兩格 兩格 48 看看有沒有49 OK 50的時候再射一件 50塊 看他只能升三格 完了他要掛掉了 你別死阿 怎麼辦 我看 我已經感覺不到希望了 他真的要死掉了 這件三十五滴 然後加三趴四趴左右 我 還有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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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撐著點 這叫我開始逃跑了 你就喝大麥照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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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跑 沒有 沒中 誰啦 不要在那邊挑時間 你們白天啊 沒有人 你在在亂 不要亂好嗎 不要再亂啦 沒有人 沒有人 沒中 他掉下去了 包超 包超 你不要給我掉麻醉阿 有 我不管 哇 哇 他這兩件他就要死了 歐里瓜 別 九七 九八 九九 剩十三滴 快點幫你補血 哈哈哈哈 剩下十三滴我的天阿 欸 大哥 剩十三滴有點恐怖耶 我真的沒有辦法幫你做補血的處理阿 我要強制吃肉讓他補一下好了好不好 哇 超怕的 然後補到差不多一百滴左右 好了可以了 剩下你就自己剋吧 其實我在想說我要不要就是 到時候阿 就用那個 直接讓你空腹的那個藥丸 那個是一個模組阿 我是覺得用那個抓這個會比較方便就不用浪費時間等了 你懂嗎 因為你要花這時間等 最後我還不是要把他剪掉 你們也看不到阿 合併呢 是不是 一顆就起來了 一顆就起來了 喔 你終於醒來了 我的愛 買了 買了買了買了 買了 快吃快吃 先補血再說 我管你要不要吃 管你撐不撐的死 會不會撐死我不管 先幫你補血 霸王龍 這個就直接用霸王龍的鞍阿 40點 這個要在鐵匠台做 那在之前我沒有辦法把他帶回家阿 可以帶回家嗎 這隻體型蠻小的耶 右鍵抓不起來 好吧 我覺得我先回去 他在那裡他不會跟著我嗎 好吧 我們先設法就是 做一個鞍給他 讓他站到我們風神翼龍的平台上面 果不其然 體型小的霸王龍 欸我覺得他這個 他這個臉阿 有點像帝王暴龍 有一點點像 而且他脖子好短喔 他的脖子跟他的頭顱是 是相對相等的耶 這個脖子好厚喔 而且這個比較感覺像是蜥蜴種那種感覺 他的頭很像蜥蜴的頭 你不覺得嗎 只是我懶得蓋斜坡了啦 蓋斜坡很花時間阿 有了有了有了 是不是 是 威 哈哈哈哈 好好笑喔 風神翼龍可憐你阿 阿風神翼龍可憐你阿 我怎麼感覺他一直不斷在下降阿 是不是太重了 哈哈哈哈 欸飛到一半一直下降欸 哇 爆哥爆哥你太重了爆哥 阿捏母湯 我試著想要往上飛 但是你只要直直的往前飛 他就一直下降 我一直被往下壓 阿琪表示 你太重了 我快撐不住了 別來吃啦 在我上面拉屎 超級不尊重我阿 阿記住載你來的人是我 為什麼你要在我身上拉屎 好結束 我們終於抓到這隻特爆龍了 太棒了 我們看下一集要抓什麼 今天這一集呢 花了我一堆時間就是為了抓這一隻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阿 雖然我現在這邊沒有 我們這邊有霸王龍 我想說我們這裡沒有霸王龍 不能做比較呢 來 這隻科基 之前觀眾取的名字 這一隻是我們正統霸王龍 體型比較大 然後移動速度真的是 但是 我不想說拉 這個移動真的是我不想講拉 你看光是身形 應該就會稍微有點小差距吧 我覺得 給你們看一下 先飛起來 你們覺得哪裡有差異呢 我是覺得這隻脖子特短拉 他這隻脖子稍微就有點型 你知道嗎 如果這是兄弟的話呢 我就會覺得左邊這個是弟弟 右邊這個是哥哥 然後哥哥是屬於那一種邪惡派的 然後弟弟是屬於那一種 就是吃呆吃呆 但是一直聽他哥哥命令的那種角色 你們有沒有看過螞蟻熊兵 螞蟻熊兵裡面不是有炸猛嗎 那個炸猛的哥哥就是他 這就是炸猛的弟弟 一副蠢樣經常被揍 然後之後他哥哥都會講說 要不是因為你是我弟我只要把你分屍了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還真的蠻像的 以後你就是科基弟了啦 好不好 以後叫你科基弟 你說好不好 好我們的霸王龍 欸真的矮短肥欸 欸我這說的真的太貼切了 我都蠻佩服我自己 怎麼可以說那麼貼切 就是一副就是會搞砸他哥的計畫的那種 那種兄弟有沒有 超級會搞砸的那種 好不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齁 我們下一集再看可以抓些神齁 那麼呢 如果你們在影片中有看到一些生物 老頭不知道的 也謝謝大家就是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不好 感謝各位 那一樣如果喜歡影片呢 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方舟生存 的話再見面了 掰掰